能冲绳除障祈福之旅 穿越漫漫三千里 慈悲的海淘大和尚 率领众人赴冲绳红法 此行参访金归人陈基 金武观音寺 古天监工 波之上神工 灾场玉月等 著名的古迹及世界遗产 并前往各地卫林区 为亡林带来慈悲的佛法甘露 重神位在日本最南端 被美丽湛蓝的海洋包围着 在清澈的海水中 栖息各种海洋生物 大自然的贵府神工 孕育出动人的天然美景 创造出独梦境般的世界 重神从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 约400年间 建立起部署于日本中央政府 并称为琉球王国的独立王国 极其繁荣兴旺 通过与各国的交流 而形成的文化和传统 以工艺品 民族活动 世界遗产等各种形式 保留了下来 成为冲神仙的魅力 首日 师傅率领慈悲团友 来到风景名胜 万座毛 图书在东中国海上的万座毛 因为海浪常年轻时 海浪形成了如橡笔般的特殊造型 绳尾的橡笔 处立在蔚蓝的大海上 美景背后却有一段悲伤的历史 师傅向大众介绍 原来在二战期间 日军为了避免美军登陆后 得到冲神的资源 逼迫当地居民在此地跳海自杀 因此时至今日 当地人又不太喜欢来到这里 而今有人如知 与历史往事形成强烈的对比 师父慈悲地念着咒语与佛号 也提醒大众 虽然现在此地是一处观光景点 但请不要忘了 众生曾在此因战争受苦 很多人在这边死亡 世界上还有许多这样苦难的地方与故事 我们要能时时刻刻观照 佛陀与我们讲述的古智真理 接着大众来到世界遗产 金归人城记 历史悠久的金归人城 别名北山城 他是在琉球王国成立之前 为了征服北部地区的北山王而建造的城堡 当时作为领地统治的重要据点而繁荣起来 在琉球王国统治后 变成举行记事时的神圣场所 大众漫步于沉积 感受历史气息 同时天空开始飘下细雨 不是说有鬼魂在念 而是说所有人 事实上这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 不管我们到哪一个地方 都是一个有灾难 有控制的地方 就像卓国昨天的报纸 华国最出名的巴黎的圣母宴 其他火灾 能最高的塔头烧断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源起 也代表当地人的冲突 业力造成的 所以就会一个宗教最高的标志 产生了一个火灾 当然就是要我们大家多一点慈悲 就像现在下雨的时候 那我们会用慈悲心把雨都变成清凉干露 然后把慈悲心都变成药 有情的心 用我们的心去转化这个世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 虽然很多人来这边观光 但是因为各位的悲心 就把这个地方他们眼睛所看到的都变成一个净土一样 所以你来过了 如果你的悲心够强 它这个力量可以变成七天 四十九天 一百零八天 虎与绿岛 位于中神北部 传说在很久以前 由于男童和女童 从天而降后 在此生活繁衍后代 两人便是琉球人的祖先 孕育浪漫传说的 虎与力道 因此有了练岛之称 许多游客因此莫名而来 穿过树木聪裕的残版道 便能看见庄严的金武幻影寺 根据琉球国有来记的记载 在琉球上亲王在位期间 日本僧人日秀坐船 从记忆出发 探访捕打罗茄山 日秀在海中遭难 飘到金武村的复花港 便在金武的一个中乳洞内 建了据点 以弘扬佛法 在中乳洞外建立金武幻影寺 内部则雕刻雄野全线三尊神像 进行供奉 成为金武宫的前身 过去战争中 许多神色寺庙都被烧毁 但当中有着宝贵木造建筑的 金武万言寺 却幸运地逃过战火影响 师父领众入典后 也跟大众开始 并与大众其送观神音菩萨圣好 与大悲咒 尽管殿堂不大 但庄严的坛诚 与菩萨圣相十分舍心 大家诚心合掌 慈悲的咒与身 想彻不差 愿所有人类都赶快找到慈悲 用慈悲保护对方 而不需要用经济 用武力 用竞争来压制对方 你要观想阿弥陀佛的力量 观音菩萨的力量 都在你身上 任何人走过你身边 他真的跟你说 他哪里生病 哪里有痛苦 那个时候他跟你接触了 他身上的冤情在主 痛苦的业力就消除 他这个人也会开始学习慈悲 愿众生见我 听闻我 接触我 想到我 他们都生起观音的慈悲 他们的冤情在主都离虎得乐 他们都找到成佛之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目前观音寺正在筹备整修 师父也邀请大众踊跃护持 并亲自向四方人员供养护制款 为第一天的红法行程 画下圆满的句点 你有想过 为什么有些人会把冲绳叫做琉球吗 其实冲绳跟琉球是一样的 冲绳在1429年至1879年之间 是名为琉球的独立王国 因特殊地理位置 曾向明朝、清朝朝共 在历史方面上有很多的交流 在1609年 琉球受到萨摩藩、路尔岛藩的入侵 开始了日本对琉球的众志 历史上称为庆藏琉球之一 1871年 日本全国实施非凡制限政策 当时的琉球国被编入路尔岛县 隔年名称也从琉球国改为琉球藩 直到1879年 日本兼并琉球 废除了琉球藩 并编入路尔岛县 同年以琉球这块土地 正式改名为冲绳县 至于为什么叫做冲绳 似乎没有确切的难案 其中有一说 是因为有着海上的渔场 遥远之处的意思 不论是冲绳还是琉球 都不妨可以来到这个美丽的岛屿 拥抱美景 与欣赏历史古籍哦 第二天 师父与慈悲团友 一早来到琉球村 此处保存了许多 在冲绳的历史 艺术 学术方面 具有高度价值的建筑物 并展示琉球民俗传统文化 如红形编织 传统记忆 水车 以及冲绳自古传承的活动 都会在琉球村重现 也是日本本岛游客 来冲绳必定参访的景点 在表演者的带领之下 狮子活泼地登场 游客纷纷上前摸狮子头 祈求好运 这是冲绳盛行的狮子舞 在当地民间信仰中的灵兽 外观犹如狮子 而冲绳语的狮子 叫做西萨 自古以来 人们都相信通过西萨的力量 能够驱除灾厄以及恶魔 这也是为什么在路上 会随处可见狮子像的身影 而大胆奔放的狮子舞 据说是能够将灾厄 从村落中驱除出去 并能够祈愿村落的发展 以及子孙繁荣的舞蹈 身披艳丽服饰的舞者 踏着优雅的步伐出场 优美的舞姿与悠闲舒适的三线音乐 形成完美的协调 让人仿佛穿越时空 来到了琉球王朝时代 这是冲绳在琉球国时期 所留下的传统舞蹈 拥有多样性的曲风及种类 需用来招待最高级国家贵宾的 宫廷艺能表演 应受民众欢迎 直至今日仍然有着新创作的舞蹈文士 并于2009年 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的 五行文化遗产 接着师父来到普天监工参访 普天监工建立于琉球第一上士王朝 上金福王之上太久王 在位期间 位在280公分的装入洞中 是以野湾式唯一座神社 也是琉球第一座神社 主要供奉琉球古代的天神 为当地集聚代表的一间神道教寺庙 为琉球八社之一 离开普天监工 大众来到位在隔壁的智圣庙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子庙 庙中祭祀孔子 佩祀颜徽 孔子司 曾子和孟子 元旨位于纳霸市的全旗 但不幸在冲绳岛战役峰 县旨位于纳霸市的若霞丁 于1975年重建 而在琉球国第二上世王朝时期 智圣庙是琉球儒学的最高中心 师父表示 每一位圣贤都可能是佛菩萨的化现 大家要以感恩的心来看待圣者 带给这世界的思想礼物 午后 慈悲之旅的团友与师父们来到了纳霸港 港边停着黄澜乡间的半潜水艇式观光船 半潜水艇是将船舱两侧 设计成透明的大型观测窗 让游客到船舱底层观景 一窥神秘的海底世界 在蓝天绿水下 大众登上了乘风破浪的潜水艇 虽然已至四月下旬 冲绳内海的海风还是非常的清凉 上船后 师父与大众撒进 为海洋中的生命带来佛法的甘露 并引领众人念诵 希望大家与自然合为一体 培养广大的心 爱护一切生命 进入神秘又迷幻的蓝光密室 这里就是潜水展望室 透过玻璃窗观赏海底 色彩鲜艳的热带鱼 悠悠于珊瑚之间 人们坐在观景窗边 被海水包袱 仿佛亲身遨游于大海之中 最后一个行程 是旧海军司令布豪 前身为一座兼顾的地下盐宝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一直是日本海军的作战指挥司令部中枢 随着琉球被卷入太平洋地区的陆上战争 此处成了陆上军队的掩护基地 小小的郝沟内 分配了多达四千名士兵 当时他们随时得向外作战 这样的地下岛 竟然有三千多人亡命于此 甚至有许多司令官在此使用手榴弹自杀 曾经的战争基地 现在已经改建成纪念公园 除了纪念因这场战争 而不幸罹难的军民之外 更提醒世人战争的可怕 及和平的可贵 来到纪念碑下 师父向众人开示 我们怀着一个平等的悲心 愿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 如何不要有战争 那一定要有佛陀的空性 佛陀讲空性 就讲的是万法平等 众生平等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永远没有对立 所以要究竟解决世界这种纷纷扰扰的竞争 斗争 战争 对立 人跟动物之间 人跟人之间 也唯有体悟空性 所生起的大悲心 乃至呢 去实践慈悲 而让自己圆满的 真的 无恶的 平等的空性 所以这种慈悲与智慧 这才是究竟帮助众生超度的方法 并带领大家慈悲地 为士兵亡魂念诵 往生咒 行经 不动佛心咒等咒语 大众也挥动金帆 一起前行回向 旧海军司令不好 原封不动地 保存了悲惨的血泪战痕 入口处的资料馆 有许多震撼人心的历史照片 倒地的士兵 残破的家园 无苦无依的孩童 以及被炮击的战舰等 一张张的黑白照片 将战争的残酷 呈现在眼前 战争历史 是全人类共同承受的业余痛 走完战好后 不免让人心情沉重 师父在回城的游览车中 邀请大众念诵 为其回向 当然要特别回向 刚往生的 或是已经往生了 各位想得到了 往往每个人身上 都有自己往生的亲戚朋友 都要希望他们能够得到 我们的从近来 昨天今天 我们都不断地在 累积各种善根 以这个福德善根 愿他们都能够 信念往生的因缘 而得胜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 帮助对方往生极乐世界 最快的方法是 你很想往生极乐世界 你有这种 愿力 信心 以这种信愿 来为他们念佛苏阿弥陀经 往生众 是最快的方法 用慈悲心 结束了第二天的红法行程 在冲审 经常可以看到狮子象的踪影 当地人认为狮子象 有辟邪、招服 以及保护房子内居民的作用 你知道吗 狮子象摆放的位置 与背后的异议 可是有大学问哦 琉球狮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风势也一样 一样有雌雄之分 有些国家会将嘴巴张开的狮子 认定为雄性 嘴巴闭上的则是雌性 传统上 大家认为雄性狮子 可以辟邪 而雌性狮子则会招来幸运 虽然没有强制规定 但是根据一些风水或制作狮子象的师傅之建议 都是将狮子的脸朝外放 并会放置一对雌雄的狮子到门柱上 若只打算放一只狮子象 一般都会建议放置在面对门柱或玄关的位置 在冲绳 有魔神也会在人间道路行走之说法 因此有些人会将狮子象 放置在屋内家鬼门的东北方 并且将狮子的脸朝外 传说看到狮子象的脸 就可以把人的恶念取走哦 除了常看到摆放在门柱或房屋内的狮子象 也有一些人会将其摆放在屋顶上 象征家庭的守护神 为你家看着门 可惜的是 部分传统的狮子象 在二次大战中遭到摧毁 战后快速的现代化 更加速它的消失 之后出现的狮子象 终合猪狗象 表情更加活泼可爱 传统的民俗味因此淡了些 但创意与装饰性却更强 也成为游客到此游玩 必定要带走的工艺品 到冲绳 不妨去寻找西萨的身影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释述摩尼佛 释述摩尼佛视线在这个世界 护持生命电视台 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主 每年一万元台币 或每个月一千块 不断地来护持 不断地来推动佛 感恩各位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成就一切诸善法 弘扬佛陀般若志 华博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 廉价结束后 防疫勿松懈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共同降低传播风险 廉价期间 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 因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外出时 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在家时 请维持社交距离 若身体不适 请在家休息 若需就医 需佩戴口罩 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经医师评估后 进行裁检 在确认结果前 请留在家中 不可外出 即使检验为阴性 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若无出现任何症状 可正常生活 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急延后洗牙等 非急迫治医疗 请国人配合防疫 共同谈结 守护家园 随着夜报 因缘在开 心里对他的变化 要能够接受 请勿搭买大众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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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天算一天 但是不要把烦恼带在明天 所以明天起来 又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当然很多人说 师父助你长寿 反正我都不会死 还是什么好长寿 因为我的心一直在 迂回着也好 或是净土也好 当然这个肉体 人还是执着这个外表 我认识你 你希望你不要死掉 但是问题是这些 你越担心他 你越容易死 越容易痛苦 你越在乎这个身体的健康 你要随身意 但是 别人祈求你长寿 这种慈悲 活着本来就很苦 但是能够利用他来 表达佛法 来拜个佛也好吧 但是 他的变化无常 各位你不能 一直用世间的智慧来修行 就说我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就是希望我找到一个好的婚姻 或是我儿子乖乖的 或是事业怎么样 这个你不用求 世界你只要相信因果 世界不是 一定是那个结果 三有上报 二有了报 这个跑不掉 但是这些报 六道里面的所有的存在 都是幻化的 随着夜报 因缘在开 不可能永远 变动 所以心里对它的变化 要能够接受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